音樂 在數碼年代這麼發達 其實我們都看到現今的人 怎樣去做一些選擇 譬如他們對一些東西有興趣的時候 他們會立即用電話搜尋關於這件事 然後他們會作出選擇 用或不用 用完之後他們就會分享 所以藝保股民有限公司 都很著重這件事 告訴現有的同事又可以聽又可以 公眾又可以 我們做些甚麼 亦都想這個工作 其實帶到甚麼效果出來 都想不同的人都知道 所以在數碼年代 我們都很善用這件事 其實培訓對於我們的員工 都很重要 但在我們藝保的立場 最重要是要了解同事 最當初目的為何做這份工作 特別是他們幫人的心 我們都會繼續保持著他們的心 其後我們就會把一些工作的技巧 帶給他們 最重要的是 先了解他們的背景 如果不是培訓就會白看 除了我們會一年裏面最少做兩次義工之外 我們每一個星期五天工作天 加上紅色假期我們都會放假 在每一個星期的平日 我們都會有休息一天 所以在他們一些戶外工作 如果平日都有一天休息的話 他們可以得到一些緩衝 對於不同的各方面層面服務對象 同時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效益 籌款行業的前景 我們其實都很看好的 籌款行業在90年代尾 香港已經有了 2003年第一間 好像我們這類型的籌款公司 正式成立 我們在2013年 公司成立到現在 一直以來 我都很欣賞一間電動車公司的創辦人 所以我一直都有仿效他的做法 所以很想在這個行業裏面 帶來一些新的改變 從而做好這個行業 其實我們藝寶 這次拿到這個卓越僱主大獎 其實是一個認可 我們都非常開心 因為不是每一間公司 都可以拿到這個獎 或是明知卓越 對同事往後在做 或者有新同事入職 看到我們有這些獎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其實每個週期都會有轉型 無論是社會 或者是我們企業 其實都會有不同 請人方面 我們反而容易了 我們最重要的是 有一個宗旨 就是知人善任 我們會安排在不同的崗位 給他們適合的崗位 所以其實真的不會影響到我們 反而是好了 我們公司在吸納人才 或者是新人入職 我們其實是會有獎金 比外面一般為高 我們都會給外面一些特別的福利 譬如我們可能是半年的花紅 或者是生日假 這些我們都會有的 這些對於留到人才是重要的 還有有一個重要的 他們除了淺醬 晉升機會 會有 我們都會有大量這些機會給他們 他們拿到開心 滿足感 因為打一份工作 開心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們會留 但一般我們現在同時都會留長時間 其實說工作環境 以及激勵他們是怎樣做的 我們會盡量安排室內場地給他們 因為其實明白他們夏天會很熱 很辛苦 我們又會提供飲品津貼給他們 例如冬天也是 安排室內場地給他們 但我們都會給亂包他們 因為真的明白是辛苦的 在街頭和戲 怎樣說到怎樣激勵他們 我們都會玩一些團隊遊戲 對 讓他們一直玩之餘 工作之餘又可以玩 每個人都做得開心 樂於做這份工作去幫人 對 還有他們每兩個月都會有些活動 例如一起吃飯 或者一起做義工 這些都會幫助社會 又會開心 一起一個團隊氣氛去做事 還有有一件很重要的 我們如果做到目標的話 他們可以做好下班 對於很多打工仔來說 可以做好下班是很重要的 有機會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